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仰望美食,我是T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用肥肉,熬猪油,炸油渣的方法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仰望美食 也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仰望美食777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这是我在网上订购的五花肉 因为无法自己直接挑选 所以买回来的非常的肥 我把它切成了薄片 直接放入炒锅里 再加入小半碗的水 开大火 边炒边把水烧开 水烧开之后就可以转中小火 要不停的翻炒 一开始汤汁是发白的 像这样比较浓的白汤 但是不要着急 在反复翻炒之后 烫汁就会越来越少 并且从浓白变成透明 一定要不停的翻炒 炒的时候肉会有一些粘锅 但是随着不停的翻炒 粘锅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少 而且肉会慢慢变得开始焦黄 一定要不停的翻炒 避免有一些肉粘在锅上 粘住之后 它会变得颜色很深 我大约炒了25分钟左右 肉已经变得焦黄了 油也已经出来了 表面会有一些泡沫 这些泡沫会随着熬制的时间 越来越少 为了去除油的腥味 我放了一粒八角 放完八角之后继续翻炒 让八角的香气完全融到油中 这个时候油渣也越来越小 油也越来越清亮 这个状态基本就熬好了 然后准备一个筛网 再准备一个容器 通过筛网倒入容器当中 把油过滤出来 这是第一遍粗过滤出来的油 已经非常清亮了 但是底下还有一些小渣 我用了一个过滤咖啡的小工具 直接垫在一个漏斗上 再准备一个空的玻璃罐 再把油过滤一遍 这个筛网非常的细 可以把比较细小的渣子 一并过滤出去 看这就是里面比较细小的渣子 普通的滤网是过滤不出去的 这是过滤好的油 更加清亮了 然后晾凉 密封好放到冰箱里 这是熬油剩下的油渣 非常的脆 可以用来做很多用油渣做的美食 这是放到冰箱里之后的猪油 白白的 盛出一勺看一看 质地非常漂亮 很有光泽 用来炒菜 或者做一些中式点心 非常不错 自己熬的也放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仰望美食 也欢迎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仰望美食777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